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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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当时演两个角色 它其实是一个戏中戏 一个演员 一个大明星要去演一部戏 那部戏的角色是一个刚出名的一个刚出道的小歌手 所以就是两个角色 演歌手应该还蛮得心应手的 歌手的部分就比较简单 就是因为那个歌手的个性是非常的小女孩 然后非常的甜美可爱 甜美可爱完全符合 那小女生我就不知道了 就是就会有很多 其实那个角色会比较好演 可是大明星就比较难一些些 因为我必须要想像自己像个巨星一样 那那个部分就希望会有说服力 OK 你自己是一个比较小女生型的 还是一个比较可能像哥们型的那种 我觉得自己比较像哥们 像哥们 对啊 这也是很多男生朋友跟我说的 其实没有办法真的把我当女生看待 然后之前上样专题不是短髮吗 就说哇 你现在简直就是一个男人 这么过分 其实也还好 你觉得OK 对 因为我本来就是还蛮中性的 只是短 那时候剪短髮是想要更突出这个部分 想要让就是 让大家知道说 嗯 我就是中性的 OK 因为流着长头发 你说你中性其实也没有说服力 嗯 对啊 那你比较喜欢现在的造型 就是长头发的 还是那时候的短头发 嗯 我觉得造型只是一个 让大家可以看得更鲜明的感觉 比如说上次短髮 因为我想要让大家看到我 其实是还蛮中性的 嗯 可是要剪短髮是因为想要让大家 有眼前一亮的感觉 嗯 也希望那个印象比较深刻 嗯 就是哦 原来他就是这种小男生短髮的中性女生 嗯 然后就是大辣辣的女生 那这次想要呈现的呢 就是嗯 嗯 因为我每张专辑都希望可以呈现出不一样的感觉 是 那这次就想要呈现出 谈恋爱的凯莉的样子 应该是怎么样的 哦哦 那其实谈恋爱的我呢 是比较小鸟依人 比较听话 嗯 然后比较小女人的 OK 所以就想要 所以公司就想说 好 那我们就把你这个甜美的部分做得非常的粗重 嗯 那因为 可是 当时我们也是有在讨论说 嗯 可是这次是创作EP吗 嗯 那造型那么的偶像OK吗 嗯 其实那时候他们问我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很好啊 为什么不好 嗯 我觉得为什么 那创作歌手应该要什么样子呢 嗯 是对啊 创作歌手应该要什么样子 那时候我们就觉得 好 那我们就 暗暗的 黑暗的 黑黑的一个角落 一个spotlight给他 那个就是创作歌手 可能一般人的那个印象是这样子 对对对对 而且你这次反其道而行 是很亮丽的 对 很 有阳光 是 然后你的笑容也很灿烂 对 然后那个 那个绿是很漂亮的 我看到你的造型就是 哇 就是个陶瓷老啊 就是很热情的感觉 嗯 然后其实 后来我们担心了这一点 嗯 很多更也有反应 在我的微博上 就有说 创作人就应该要有创作人的样子 创作人就是要像陈奇珍那样 嗯 文艺青年嘛 是 你为什么把自己搞得那么偶像 嗯哼 你知道吗 就有很多留言之类 大家一样你穿那种很飘逸的衣服 对就是文艺青年的感觉 是 可是我其实是觉得说 欸我那时候就觉得有一些些的懊恼 嗯 所以创作女艺人就是陈奇珍的样子 嗯 那我们不是要有很多陈奇珍吗 嗯 嗯 那你有什么分别呢 可是我是Kelly啊 嗯 我本来就是一个爱美 爱跟时尚有做互动 嗯 或者爱尝试新新东西的Kelly 嗯 那我希望自己虽然有亮丽的外表 可是也希望可以让大家看到 我原来偶像的样子 也可以创作的 对也是非常有内涵的 是 就是也能创作也有实力的歌手 嗯哼 并不是 所以我不想要有一个被锁定 或者定型的样子 嗯 而且因为我其中一个偶像是郑旭文嘛 嗯 他是百变天后耶 是 所以我也希望我每一张专辑都可以让大家看到 不一样的我 OK 可是你知道有人也会问我说 那你会不会有identity crisis 嗯哼 你知道吗 每一张都不一样 嗯 那我们要怎么记得你 是 可是其实 要怎么塑造你的一个形象 对 或是大家一想到Kelly的时候就会想到 哦 他就是那个样子的 对对对对对 可是我比较希望大家记得的就是 我是一个全方位的歌手 嗯哼 就是不管是 不管是百变的造型 嗯哼 还是很多类型的歌曲 都希望大家可以知道说 原来Kelly什么歌都能唱 嗯哼 什么造型都会其实还蛮不错的 嗯哼 然后欸现在演怎么创作了 嗯哼 所以我希望一直给大家就是眼睛一亮 然后也希望是可以给大家一种 而Kelly是一直有要进步的 嗯哼 就不是一直停顿在那里的 嗯 对啊 OK 今天在空中很开心看到Kelly 然后你也要跟他聊 另外呢 今天除了要跟他做访问之外呢 等一下 邀请他念出一些点播集语 之前呢 就有呼吁呢 一些喜欢你的朋友们呢 email进来 那等一下呢 会请到Kelly呢 今天当DJ 念出你的点播集语 不要走开 夜四九三三 大明星叫到 这首歌曲非常给力耶 是的 嗯哼 你自己的创作 嗯哼 其实这首歌是跟新加坡的一个 Acapella 20 Miccapella 合作 其实这次这张专辑我做得非常开心 因为除了自己可以终于三年后重新出集 然后又是带着自己的创作出来 嗯哼 主要是我也可以就是 可以跟很多新加坡音乐人合作 是 像比如说 印第女孩 Independent Girl 是跟唐达合作 是 那其实跟唐达合作非常开心 嗯哼 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制作人 创作人 希望以后会有更多的合作机会 那这次给力呢 就是跟Miccapella 我当初听到你跟Miccapella合作 我很惊讶 真的吗 因为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们四以下是不是有私交还是什么 有 有 我跟他们的 应该是团长 Peter 黃烈船 还有里面的李盈盈 是 尤其是李盈盈 她是我的好姐妹 然后她也是我们珠朋勾友的团员之一啊 是 然后烈船Beatbox也是非常厉害 对 也很会唱歌 对 烈船其实算是我的前辈 我以前还没有接触音乐的时候 她就站在台上表演Beatbox 我还心想 哇 这么厉害 那时候是这个感觉 而且那个时候呢 我以前在当兼职的时候 我有绑过烈船 嗯 对 所以就很妙 然后后来她现在就组了Macapella 对 然后你跟Macapella的合作 是 这一次是先有曲还是先有词 先有曲 所以才听到的曲 我觉得非常的有活力 我觉得好像有一种加油打气的感觉 嗯 所以其实这个词也非常的快就出来了 半个小时以内就写出来了 然后也叫做给力 嗯 嗯 那其实这次嗯 跟她们合作非常开心 因为我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流行音乐里面好像只有我真的有跟Acapella 团体真的完全Acapella的合作 嗯 里面一点乐器都没有 嗯 都是人声 嗯 然后可以用游行音乐的方式去呈现 嗯 我觉得感觉非常棒 OK 而且我也真的希望透过我的能力 或者我可有的范围 可以推广更多新加坡的音乐人 或者新加坡的团体 那更好 就需要这种精神 对 我就是觉得新加坡人就是应该支持新加坡人 是 如果自家人都不保护自家人 那怎么办呢 是 所以我才很惊讶 看到Macapella的名字 对 然后说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就是让大家知道说 在新加坡也有非常优秀的一些音乐人 对 也很给力你知道吗 对啊 而且像李盈盈 她从我的第一张专辑 就一直都有帮我写歌 嗯 到这次的Macapella合作 我觉得非常开心 OK 而这一次呢 带来了全新EP叫做《超给力》 这个专辑名称是自己想的吗 其实不是自己想的 嗯 是同事们想出来的 因为呢 可是那个时候 这首歌曲已经叫做给力了 对对对对 然后因为那首给力 就是在网路上非常的蓬勃 对对对 然后其实 因为刚好我的歌 每一首都是非常正面 然后非常阳光的 嗯 然后就想说 欸刚好又有给力 那我的名字叫潘加力 然后又叫Kelly 所以就欸 那可以用给力 嗯 然后 Super Kelly 那就可以超给力 嗯 所以我的这次 中文名字叫做超给力嘛 那其实英文名字就叫做Super Kelly 其实就有延续到以前 所有的专辑什么 Love me Kelly Smiling Kelly Hello Kelly 然后这次就是Super Kelly 对 é 对对对 yeah 也是Superstar出来的 Gold 민 也是Super convention demonstrate 可以给大家力量 嗯 也希望我从 也希望我从 可以从大家身上获得一些力量 嗯 OK 听了专辑里头的 因为是五首歌曲的EP 对对 我覺得印地女孩也是很給力的一首歌 對 就是 independent 妳是一個印地女孩 妳就是一個independent的女孩嗎 對 其實從小到大 我都 我覺得我自己是很獨立的 之後我媽帶著我妹旅行 然後不然我就說不要 我要在家 然後我要去參加學校的 那時候叫做ECA 妳都在脾氣 是不是 我就是喜歡去學校的課外活動 然後我真的很不喜歡 還要跟家人一起去旅遊 那時候小 妳可以自己跟人逛街嗎 對 我可以 妳可以 妳可以自己跟人看電影嗎 一個人看電影我試過一次 然後我就覺得太悲慘了 因為旁邊都是你知道 都是群體 跟情侶 對 最討厭妳在旁邊牽手 吃爆米花 妳自己一個人夾在他們中間 沒有 那時候我靠牆 我真的好慘 我旁邊牆到旁邊都是人 OK 然後其實我覺得我的獨立其實是有成長的 然後去了台灣其實有一個人 可是後來我有覺得我的獨立 好像慢慢變成有點太過依賴電腦跟電視 然後有一次電視壞了 我就崩潰大哭 就知道把我電視壞了 可是哭完了我就覺得 我這樣不行耶 好像會生病 OK 我這種的獨立好像跟依賴有點錯 後來慢慢慢慢成長就覺得說 其實依賴應該要少一些 獨立要多一些 就是要能夠自己自立自強 OK 所以我覺得這首歌其實也是寫給自己的 對啊 所以雖然自己可以更加獨立 對 就是要自得獨立 就是不能少一些依賴 能夠一些獨立 OK 我很好奇妳在台灣的生活 現在妳主要是在那邊嘛 是 對不對 是跟朋友住嗎 還是妳自己一個人 沒有沒有 我喜歡一個人住 妳一個人 一個人住 對 我喜歡一個人住 所以現在離江貝錦到台灣去發展 有些時候會不會夜來人靜的時候就覺得 很寂寞嗎 對 嗯 其實還好 因為我就還蠻喜歡一個人的 主要 然後第二點就是 其實在那邊有靜輪啊 有時候偶爾會有危險 嗯 然後我們又有新馬幫 嗯 然後又有工作 嗯 那我工作結束了又喜歡回家的人 所以 還可以 那妳們新馬幫都會做什麼東西啊 吃飯 唱卡拉OK 真的喔 對 OK 那妳們去KTV唱歌 會點自己歌來唱 或是點他的歌來唱 不會 誰會點自己的歌來唱 只有跑靜輪吧 不會有人拱妳嗎 就說 欸欸 凱莉妳的歌快點來唱 不會不會 現在會被拱的就是 陳士安 因為她的天后嘛 是 她就是黃靜輪 嗯 她自己偶爾想練歌 就會唱自己的歌 可是跟 不要不要臉啊 不是也還好 可是跟靜輪去唱KTV 壓力還蠻大 為什麼呢 很多人會覺得 可是我覺得還好 為什麼 她會炫技 她會表現 不是不是不是 她會一直叮你 她會覺得像個小評審 你唱唱唱唱 然後一走音她就會 她會那個臉就 走音喔 Kathy那邊半音好像不對 然後不是她說 你剛剛走音 真的還好 或者就是 你今天唱 今天唱得還好 哎呦 真的啊 可是其實我覺得很OK 因為對我來說就是 這樣子日周以來就是 我覺得是因為好朋友的關係 對 就是好朋友才能互相批評 像我何惟劍跟黃靜輪 就是那種 互相批評的 然後互相鼓勵 可是還是會互相熟練那種人 就是好朋友 就很像哥們的那種感覺 對啊對啊 沒有就是 就是連相惜語 可是我覺得靜輪 雖然有時候很直接 可是她貼心的時候 也非常貼心 像比如說我有一次發燒 她就會時不時尬我 問我OK嗎 要不要在我穿一身 要不要吃藥 要不要吃飯 所以她也有她貼心的一面 OK 如果今天要你選一個男生 二選一啦 就是 逛街 吃飯 看電影 以男朋友的形式 黃靜輪的心 還是何惟劍的心 我會選 沒有辦法選黃靜輪 因為呢 不是 因為她太軟 OK 我覺得 但是講評也是很soft 對 我們就像姐妹 你知道嗎 所以逛街 逛街也不行 逛街應該是我在幫她 她可能沒有什麼辦法幫我 OK 看電影OK啊 吃飯也OK 可是男朋友 陳世安 我比較喜歡可以保護我的人 因為我台下的時候就是一個小女人 我也是 我是那種聽話的 嗯 所以如果黃靜輪 我覺得應該是她聽我的話吧 如果你想問Kelly一些問題的話呢 可以到我們的官方Facebook去 Facebook.com slash yes93 有滿多朋友其實很關心的 就是Kelly 在吃方面 是不是吃得很少 因為都發覺Kelly很瘦 其實還好耶 嗯 我是那種少量多餐的人 OK 我很容易肚子餓 嗯 我也是 就是很殘醉 然後也非常貪吃 嗯 可是呢 跟我去吃飯的人就很討厭我 因為我每次吃不完就會問他們 欸 要不要吃 因為我吃不完 快點幫我就是消掉我的樂章 因為吃不完就會造孽啊 是 對 OK 那當然也有運動啦 嗯 那我不太喜歡跑步 所以我就喜歡做皮拉提斯 喔 那個很有用耶 對 消耗那個熱量很快 而且男女做其實都非常的好 嗯 嗯 所以建議那些 究竟可能要瘦身的朋友 是可以做皮拉提斯啦 對 然後少量多餐其實也是可以瘦下來一定的 對 因為它可以讓你的新陳代謝變快一點 嗯 我覺得年齡的增長 其實新陳代謝就會慢慢的變慢 嗯 所以你要用少量多餐去讓自己的身體多活動一些 喔 因為每一次你吃東西 其實就會血液循環之類的啊 是 如果你一整天只吃一餐 那他一定會全部吸收 因為他會肚子餓啊 他就知道說 喔 這個人 這個人就是不會餵我吃東西 嗯 那你今天吃的一餐我就全部吸收 OK 反而會變成這樣 是 感謝潘老師的那個瘦身指導 謝謝 等一下呢 請到潘老師來幫我們唸出那些朋友的點播技 不要走開 YES 933 大明星叫做 好 好 好 有 有 我很想 我覺得我的中文還是要再多加進 不會啊 我覺得剛剛聽你聊天跟你說話 的感覺是 就是很順耶 真的嗎 那會師姐姐 你要不要考慮一下我 會師姐姐 我會跟我的會師姐姐 會師老闆說的 今天呢 那在空中要請凱莉來念出一些朋友的這個留言 跟他們的這個點播 那之前呢 因為在空中有請一些朋友呢 就有email進來 那希望凱莉幫他們唸出來 好吧 首先第一則這一位呢 是 呼心語 行語 對 那他寫的都是英文 嗯哼 是給我的耶 你可以稍微那個翻譯了 如果你要的話 好啊 就是 哈囉凱莉 remember me 嗎 當然 remember you 剛剛在那個簽創會就有看到你 哦 然後他說他想要聽到說不哭 嗯哼 然後他說他 他說是一首非常棒的歌 awesome song OK thank you 然後of course 他買了我的album 不買你就知道 恐嚇你 歌手恐嚇歌迷 Waiting for your autograph session 你已經簽了 我已經簽了吧 然後呢 他想要把說不哭這首歌呢 點給所有他的朋友 所有認識他的朋友 所有他認識的朋友 呃他的義安就是理工學院的朋友 嗯哼 正華中學的朋友 嗯哼 還有他的家人 那希望他們有一個非常愉快的周末 然後也非常感謝我把他的就是 寄語給念出來了 是 OK 行語希望你有聽到了 那第二位呢 第二位是中文 哇 很給力啊 好 那我就直接念了 好 來 Kelly 終於等到你的新作品了 我們都知道 在這兩年零九個月 哇 他知道 好 你都在默默的準備 我們也知道 這兩年零九個月的旅程並不容易 真的並不容易啊 可是 你做到了 是的 我做到了 這一張超給力 EP呢 真的讓我感動到 真的太棒了 我還自己幫他加了一些語註 欸 可是是對的啊 你的那個分析真的 感動到 一定要這樣子念 真的 記得一個人在外國打拼的時候呢 要好好地照顧自己 累的時候呢 看看家人們的微博 Facebook Twitter 部落格給你的鼓勵 最後呢 想要告訴我的事情是 家人們在白天的時候 就像陽光照耀著我 那家人們在夜深的時候呢 就像星星一樣 一閃一閃地陪著我 那不管無論如何 家人們一定會陪我到最後 愛我 我也愛你們 對 很貼心喔 對 非常貼心 這個家人們 不是那個家裡的家齁 是潘加利的家 對 潘加利的家 其實因為我的那個後援會叫 California 那就是我覺得他們就是 像陽光一樣 一直是照耀著我 對 然後其實這次在千串會 也非常感動啊 因為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 就是今天千串會 我的裙子一直要掀起來 因為那個風兒 一直把我的裙子飛起來 是 風也愛你啦 對啦 可是今天的千串會非常順利 是 比較很感動 對 就是非常感謝他們 是 我相信在聽節目的很多的朋友呢 其實也等凱莉等了非常的久 剛才說了兩年 零九個月 是 中間當然做了很多事情啦 拍戲啦 什麼的 然後是不是有去當空姐啊 怎麼可能 我覺得這個東西好像澄清了幾百萬次 還是沒有辦法理清楚 對 大家都會有一個這樣的迷思 對 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溝通 中間的問題 因為當時會是問我說 如果妳不唱歌了 妳要幹嘛 那如果不唱歌了 我就能飛 我就能回去工作 我就能做我以前在SP念的科系的工作 科系的工作 是 科系是妳還沒離開啊 對呀 那只是一個未來或是想像的一件事情 對 對 結果大家可能就誤會了 誤會說 你這麼久沒有出來 那應該就是回去飛了吧 對 不是 剛剛說了她做了很多事情 她沉澱了 然後還去拍電影 只是大家都不知道而已 是的 沒關係 現在我已經出來了 你們就可以 就是烏雲密布 現在已經晴空萬里了 是是 撥開語文街青天 對 第三則留言是 好 第三則就是 剛剛那真的是Pauline寫給我的 對 好不好 接下來這個是 接下來這個是Yvonne寫給我的 對 Yvonne 她說期待 期待等妳回來宣傳妳的EP 我已經回來啦 那她也覺得這次我有截然不同 是的 那這次的歌曲的曲風 她也覺得太讚了 謝謝 然後潘加坡的 欸 什麼潘加坡 新加坡的家人呢 會一直支持我 一直的給力 然後一直陪我到最後 然後她說我是最棒的 謝謝 好 貼心的Yvonne 好 現在這一則呢 是D Derek的那個 歌迷寫的 她叫做心妮 對 她寫說 她叫做心妮 她寫說 就是要給一位 家裡也認識的朋友 或好朋友的 就是Derek何為天 對 那希望她現在呢 是開心快樂的 然後就希望她可以繼續加油努力 那河粉呢 也會力挺她到底 嗯 然後是的 她是要點歌給何為健 是 然後希望呢 可以點張惠妹的歌 就是要點何為健 喜歡的張惠妹的歌 Thanks Kelly You're welcome 新妮 然後要 當然也要點給我 和聽眾2 OK 然後就說You2加油 OK I will加油 Derek明天過生日 是的 所以今天呢 身為這好朋友的Kelly 跟昆華那樣在空中 唱生日歌給她 好啊好啊 OK 你要主Key OK 因為你知道我的歌聲跟你比起來 是差很遠 你幹嘛說還是你唱我合音耶 OK NO 不行 來來來來 預備 3 2 1 祝你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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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Derek生日快樂 天啊我跟歌手合唱耶 你幹嘛這樣啊 好開心喔 胡適人啊 一起來聽聽這首Kelly潘嘉莉 收錄在全新EP超給力當中的這首主打歌曲 說不哭 欸你花了幾次唱這首歌啊 花了幾次 這是幾個take啊 其實我真的忘了 可是應該有四個小時 我懂說分手的難處冷靜 看著你把話說出 我讓你覺得我沒那麼在乎 其實你也不說我能敢說 雖然我裝作糊塗 提到它 你的眼神 已明顯一步 在專注 這一路一步 走得太辛苦 愛我不要幸福 是我們沒有人有的天賦 它讓我看清楚 這旅行 這旅途 這旅途一步 走得太辛苦 這旅途一步 愛總就走到地步 確定 確定祝福 確定祝福 多會算數 這旅行 這旅行 裝作糊塗 提到它 你的眼神 已明顯一步 再專注 這一路一步 走得太辛苦 愛總是我們沒有人有的天賦 是我們沒有人有的天賦 它讓我看清楚 這旅途一步 走得太辛苦 愛總就走到地步 決定祝福 我會算數 就像當初說要愛你給了全部 該死的一步 愛總是我們沒有人有的天賦 走得太辛苦 愛總是我們沒有人有的天賦 它讓我看清楚 无哭 泪却出不住 毕竟曾拥有过你一半路 决定祝福 梦里算数 就像当初说要爱你 给了全部 293分 大明星跳到 有些朋友在我们的飞桌上面就问凯莉 接下来会忙些什么东西 在新加坡宣传完之后 其实下一步就是 反正就是先回台湾继续做宣传 然后之后就会到上海 参加星滚三十演唱会 那就会再回到台北再继续宣传 然后再到马来西亚做宣传 然后再回到台北 那个时候就应该是跨年了吧 都已经排满了就对了 你现在的行程 差不多 然后农历新年一定会回家 因为那是我唯一可以回家 然后不工作 或者工作也很少的时间 就是可以好好的陪家人 而且可以跟真正的家人 是的 一起团聚 对啊对啊 再来我也看到了一些歌迷朋友们很好奇 接下来呢 如果还有比如说其他的 接下来专辑的面试的话 你会想要做哪一项的音乐 因为这一次是短短的EP嘛 无首歌 可能喜欢你的歌迷 真的觉得不够 但我们也听到了你的创作才华 那有人就想问了 还有什么样的音乐类型跟曲风 是你希望可以尝试的吗 其实我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希望下一张是可以秀我的舞蹈方面的 啊OK 其实其实那个Shakalaka Baby 是唯一有跳舞的东西 对 所以我觉得太短暂了 我觉得我自己还没过瘾 然后而且其实很多部分我都已经尝试了 像好好的唱歌 或者或者就是 反正就是下一张我希望可以动感 那如果也希望当然有自己的创作那更好 可是也要可以听的啊 是不是 那反正就希望是这样 可是也不知道 可能日积月累 可能又有新的想法也说不定 OK 可是其实我也还蛮想唱英文歌 是 然后也蛮想唱广东歌的 OK 真的是全方位耶 你看哦 如果说今天 大家是以一个创作歌手去看你的话 认为说你的那个专辑封面 应该是走所谓的 大家既定的创作歌手的那种感觉 是 那那个跳舞舞曲进来 那个就又不搭了 对 但是如果今天我们是以一个 就是全方位发展的艺人去看Kellie的话 我觉得对她也比较公平一点点 对啊 她也可以尝试各种曲风的 因为她都能够胜任 对 而且我也 但是这些都不驳斥彼此的 你知道吗 对 并没有排斥彼此的 就是我可以创作 我也可以跳舞 对啊 我也可以很热情 我也可以看阳光 真的 是 然后也可以轻松很多乐器 的确 因为其实 其实说真的 女生艺人 就是女生创作艺人 还没有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 就是 路线 对一个路线 就是很多都是 创作女生艺人 就是像个创作歌手 然后是吉他 就是飘逸的头发 文艺青年 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 很多男创作艺人 歌手 都其实很偶像派 像比如说王力宏啊 我们新加坡的 JJ林俊杰啊 我们的Derek 所以谁说 创作就不能漂亮 谁说创作不能偶像 谁说创作不能跳舞 是 所以其实 我就是第一个女生 怎么样 是 哇 你看 这是一个 印第女孩 就是我希望 就是可以让大家 看到很多不同面的我 就是要尝试嘛 反正 其实我们最重要 分享的是什么呢 好音乐 对 对 OK 希望很快 可以看到你的完整专辑 希望 也希望呢 所以喜欢凯莉 潘嘉丽的朋友呢 可以去多多关注 然后呢 支持她这样专辑了 EP超给力 那当然呢 她有自己的Facebook 大家可以去 关注她 有自己的微博 可以去 关注一下你的一些动向 凯莉 接下来呢 会飞哪些地方啦 通过那个微博 应该就可以完全 对 掌握了 现在太多 social network 有什么微博 Twitter Facebook 部落格 都有 OK 都可以关注到凯莉 对不对 好 今天非常开心 印第女孩凯莉 上节目 我们都很给力 谢谢 谢谢凯莉 谢谢凯莉 最后有什么话 想对革命朋友们说吗 谢谢你们一直陪我 那我一定也会 一直陪你们到最后 谢谢大家 谢谢凯莉 希望下次可以带专辑 完整专辑 来个空中宣传 你们太给力了 一定会 谢谢凯莉 谢谢